台北捷运发生了冲突事件 就在昨天晚间的10点多 一名女子喝醉酒 莫名在捷运车厢里头 做抬脚的动作 旁边的男乘客出身制止 一次还被他趁机踹了一脚 结果双方不但在车厢内吵了起来 就连他们两个人的男女朋友 都加入战局 一路拉扯到了古亭站的月台 警方赶到场之后 他们才冷静下来 不过被踹的男子已经决定提告伤害 捷运车厢内两对情侣 你一言我欲有火气都好大 请你道歉好吗 他动了你吗 怎样 比音量还不够 两名男子甚至还爆发拉扯 其中一人更出手掐对方脖子 丝毫不顾车上还有其他乘客 四个人一路吵 吵到古亭站下车还不罢休 直到警方到场 无奈和远警还原事发经过 男子不满女乘客喝得醉醺醺 在车厢内做抬脚运动 这才上前劝阻 怎料下一秒 原来当时成型男子正准备要下车 没想要睡到一旁的陌生女子出脚半倒 导致她的脚卡在车门缝 双方这才爆发冲突 事发就在17号晚间 女子这一脚害得成型男子右脚扭伤 但她迟迟不肯道歉 也让被害人不满上前理论 过程中 黄姓女子的男友又和他们起了口角 双方这才在车厢内拉扯互呛 爆发激烈全五行 事后承担已至厦门接派出所 就黄女伤害部分提出告诉 尽管女子坚称她和男友只是在嬉闹 但被害人也已提出告诉 后续还得调约监视器 进一步厘清 下来现成冠名台北采访报道